欢迎来到北斗涌频道,今天是2020年11月29日第174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太古大吉》第二辑 在对上一集《太古历史》里,我们就说了 说这个港基在1950年正式在香港诞生了 直到1986年才上市,亦在2018年最终被太古私有化 其实时间性都蛮好的,因为如果港基工程44日没有在2018年被人私有化 其实到现在来说,可能股价会惨不忍倒 但无论如何,太古历史会继续前进 譬如去到1952年至1958年左右,太古就开始进军澳洲地区 越来越多元化,譬如说 也都进军汽水业务,在1965年 另外在1972年的时候,亦都涉足了建筑行业 就是我们所知的太古地产的前身 慢慢从1974年开始就迈向全球 即是说投资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 当然,他们在船务方面,亦都不断扩大来做的 太古集团去到1977年的时候,亦都进军到一些不知名的国家 比如说这个叫巴布亚新基内亚等等的地方 同时亦都在1978年就进军美国那边 其实现在美国那边都有一大片的地产项目是进行当中的 相当之好 比如去到80年代,其实就是我们香港最繁荣的时候 当时国泰航空公司 就已经在80年代开通了去伦敦这条航线 亦都在美国除了做地产之外 也都会做了冷藏库的 另外,我们讲开国泰,其实在第86集的时候 我亦都说过国泰今次的危机是相当之严重的 如果不是的话,都不会要求香港政府出手帮忙 当然,都要付出代价 至于代价是什么呢? 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看回我86集 或者其他关于国泰有关的视频 你们都可以看回 当时我们就说国泰现在的严峻情况 有机会将来整个国泰都可能会卖盘 给中国的航空公司都不出奇 如果这个太古集团是真的想撤离香港的话 这个国泰就要慢慢放手了 理论上 去到大概1985年左右 在今中的这个太古广场 终于都落成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堆建筑群 都是跟太古地产有关的 这个太古广场 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够干净,管理够好 也是地点非常之美,很值钱的 如果将来要卖出去的话 相信如果香港经济是没问题的 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想买这一件资产的 去到90年代的时候 太古集团就希望重返中国这个市场 无论是做任何事,包括地产方面 都希望可以慢慢涉足入中国市场 去到1989年 亦都是火拍了这个可可乐公司 继续生产汽水这个行业 去到1986年回头 1986年 国泰航空公司 终于可以上市了 但这个上市 是不是代表是一件好事呢? 当年来说当然是好事了 但到现在来说 可能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 但直至到玫瑰前 这个国泰 其实已经做得非常之庞大 亦都做得非常之出名的 问题出现了就是 如果要继续在中国银食的话 那国泰就需要有个叫股权的重组 就是说要让一部分的股权出来 是比中资股拥有 这样才行的 到时别人才会肯 开放一些行权 就是给国泰 所以国泰 其实在1997年之后 其实它也有个蜜月期的 因为大陆那边慢慢经济起飞 那些人就越来越有钱 可以出去外国旅行等等的东西 所以航空输楼 香港就已经成立了 到时只要在大陆那边 就运人过来香港 最后香港 去到全世界其他的主要城市的话 这个就是国泰航空公司的主要业务了 其实 开头就做得相当之好 只不过近几年来 可能管理层的质素是差了 或者是外围因素的确影响得很紧 所以现在的国泰真是金飞色彼 自从香港回归之后踏入2000年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歌舞升平的 当时来说太古集团就开始慢慢进军大陆的房地产市场 比如在这一幅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 在2002年 在广州 一个新的地标 就成立了 至于这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 当然是有 比如在北京的这一幅图里面 你看到2008年 在北京的三里盾 也有它的物业在 开头其实就做得一般的 但后来应该就是它的建筑 或者管理做得相当之好的 就慢慢 你看到有些内地的剧集 很多时候 都会用上 这个太古地产在内地的物业 作为一个场景 所以就增加了知名度 太古也在其他方面 比如在新的船队方面 买多些船 做多些航运 又要进军汽车业务 同时也觉得在2012年 太古地产的物业 已经成熟了 所以在2012年 就将太古地产分拆上市 而这个太古地产 也是太古集团里面 现在来说 是最值钱最值钱的一个公司 所以如果将来 真的要拆散这东西来买的话 太古地产所有的物业 都是相当之价值连成的 所以如果要持有 我也宁愿持有太古地产 好过持有太古这间公司的 因为 这个地产项目 如果环境不变的话 其实所有的大厦 都应该可以买到一个 很漂亮的价钱 讲开太古地产 其实我最喜欢看的 这一幅图 就是它的建筑群 因为它在太古坊 有一堆建筑群 是相当之庞大的 那里加加万万 我想起码十栋八栋 怎样都有 而它那些地方 将来可能 会成为一个新的商业中心 可以比美这个中环 因为它里面的配套 是相当之完善的 另一个就是太古广场 我刚才说过 除了太古广场之外 它后面的物业 全部都是有关联的 这两堆 相当值钱的 如果将来要分拆出售的话 逐动逐动卖出售的话 都挺个人的 另外 就是它的股价 它的股价方面 现在正在做23个多 其实比我预期中好的 因为我不知为什么 最近它的股价 是向上升的 不知它还有没有机会 可以跌回到20元楼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真的不妨 也要买回多少来放 因为它这些优质的 物业 它的租金应该相当之不错 前景应该都挺好的 起码 就是它的物业够漂亮 管理够好 但是现在的价钱 相当之贵一点 对我来说 所以 唯有就是 等一个机会的来临 太古集团 或者我们叫做太古集团旗下的太古地产 它在内地的投资 都没有停下来 比如在2015年的成都 也有一个新的地标落成 另外在2017年 上海也有新项目 是继续发展的 似乎它对内地的主要的城市 是充满着希望的 当然也是的 因为在这些地方上 人的收入方面 亦是相当可观的增长 唯一败笔的地方 就是2019年 因为它动用了 大约50亿元左右 扣入了这家 叫做香港快运 但是这家公司 就是一个压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自从买了之后 国泰都好像没有好过 然后就越来越坏 当然这个可能是一种政治的任务 所以 是国泰不出手 不得的 但是出了手 就害死自己 所以现在 国泰就是危危父 就是这样 希望疫苗的出现 会令到航空业 慢慢复苏 它的飞机才可以飞回 国泰现在有超过200架飞机 拍着都不知道做什么好 所以 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国泰 怎样能扭转乾坤 令到他的业务 可以慢慢恢复过来 太古集团这家公司 老字号的发展历程 就讲到这里 就讲到尾声的了 如果将来我们要继续讲 这一个 系列的话 就会集中讲 这家公司值不值得 去投资 即是他的股票 价值是如何的 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继续捧场 这里有一篇文章 就是我写的 就是关于这个 太古 是时候走料 因为他很快就会被剔出 恒生指数成分股 将来他到底 会是 怎样去走这条路呢 会不会继续扎根于香港呢 我们要看下去才知道 但是他被人剔出了之后 未必代表 他的股价会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 希望大家 就给一下面 如果有空的话 就进来这个网织 看一看 当然不少得的 希望看完之后 在附近左右 就按一按些广告 帮衬下帮衬下 我们香港人 一直都可以在逆境自强 这一句说话 是由李泽巨说出来的 现在我看着这一句说话 越赢就越觉得有味道 所以就放在这里 不断鼓励自己 也希望 鼓励大家 都可以做好一点 这条影片 希望各位 满意 希望大家 继续帮我按一下 广告 因为最近 我已经放了很久 都没有拍片 已经到月底了 要追回一些 quota 所以希望各位 帮帮手 按多几下广告 另外 如果可以的话 就继续订阅 兼且 可以按一按钟仔 很快就会收到我的信息 如果不介意的话 将这条影片 和你的朋友分享 就更加没得顶 当然 不少得的 当然希望你们看完这条影片之后 可以给个like 作为一个鼓励 那就更加好了 在这里 祝福大家 可以投资 顺顺利利 赚多点钱